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电转并用电转做个小东西 电转有两种,一种是无线的,一种是有线的 最常用的是无线电转 无线电转比较简单,只要装上电池按下开关按钮就能转起来 你会发现按钮按下的深浅是可以调节电转转动的速度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别的按钮调节电转的转动 比如上方的档位按钮 不同的档位我们能明显听见马达转动力度的不同 另外,在电转前面有一个可以扭动的环 上面印着很多不同的数字 数字越小,产生的扭力就会越小 当超过电转设定的扭力,电转就会空转,发出咔咔的声音 但如果扭到印有螺旋标示的档位 就意味着电转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 它都会一直保持转动的状态 转动按钮上方有一个左右都可以按突出来的按钮 它是用来控制电转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转动 有线电转的操作除了一些小的差异 基本和无线电转相同 比如有些有线电转是通过开关按钮上的旋钮来调数 另外,有线电转开关按钮后都会有一个圆形的按钮 按下这个按钮即使我们松手,电转也会一直运行 电转可以装上螺丝刀头上螺丝 也可以装上打孔钻头打孔 当我们用无线电转时 先把螺丝刀头放进电转口 手动旋转前面的活动部分 让电转夹稳刀头 然后一手握住电转前端 一手轻轻按下按钮 让电转顺时针慢慢转动 夹紧螺丝刀头 如果我们用有线电转时 也是先把转头放进电转口 手动旋转前面的活动部分 让电转夹稳转头 然后用电转自带的钥匙放在前面的齿轮上扭紧 让电转夹紧转头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电转工作了 在上螺丝之前 我们应该先转一个比螺丝稍小的孔 这样可以保证螺丝不会撑爆木板 接下来我们就用电转来做个小木椅子模型吧 接下来我们就用电转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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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设计和创作 如果你想亲身体验这些工具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工具工作坊